國際那些歷史 這一本我看 倒是以前念歷史 很多時候就是 反正我們大家 有年紀的啦 我以前念歷史 反正就是被什麼 朝代啊 不然什麼事啊打了成長 可是對那個時候的一些 實際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他這本書裡面 他講的蠻清楚的 就是我講說那個時候的人可能就是 他這個時候生於師長女士 然後一輩子都在這個教區度過一生 就是他在這裡面有一些那種detail的東西 他講的蠻清楚的 我想他應該是他書也看夠多 然後把這整個消化過後 再把那個東西就是用文字寫出來 讓我們可以真的是 就是進到那個時候的一個死功背景 然後可能他後面再繼續講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idea 比如說包括你要面對的這些老百姓 其實絕大部分都沒唸過書 他們的這個information的來源 像我看裡面好像有講到一段事 好像是什麼 報告大革命 他說好像不知道是遠方的 不知道哪邊都已經知道了 然後他周遭不知道幾公里外 西班牙已經知道了 不知道多久了 要多久以後才知道 我覺得以現在的這種邏輯來想 是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遠的會比較早知道 反正近的 不知道 這個就是 跟我們現在的一些邏輯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他倒是這方面 第一張講這部分講得很清楚 我看這本書 我看這本書剛開始前面看很像 前面讀那一本意思很好的 嗯 嗯 那種感覺 嗯 然後 然後 嗯 作者是說 他希望用很通俗很切簡的 出版家喜歡用這種方式寫書 欸 但是我覺得他的翻譯的有些不是很 但是他講的內容在我們以前讀過的小說 還有老師的古書裡面 都一直不斷的會有出現 所以 讀起來 還 還算 欸 有時候可以跳一下這樣 感覺上 然後 不知道有沒有 算錯 這個作者44歲的時候寫這本書 好年輕喔 欸 我倒沒有去數這個 有可能喔 對啊 好年輕喔 大概 大概看到這裡也是這樣 然後 欸 孟小姐 忘了你名字了 欣宜 我其實 一二三 算是看過 比較有印象 然後 後來就用翻的 因為 背景知識越來越少 也還沒有用Google去想 然後 在 第一 我覺得第一張的時候 嗯 第一張 還 就是鋪陳那個世界觀 的時間跟距離的感受 你要拉回去 然後 在第二張英國的時候 因為看很多英國的愛情小說 就是 曾奧斯汀那種背景 就覺得 喔 也還可以理解 然後到法國的時候 就卡在 亞格賓檀 但是我 因為這本看一看 不喜歡看 我就跑去看 法國1986 那本書好看 這樣 然後他就說 法國1986又提到說 如果你要了解 就是 法國人那種 對於革命 學運的激情 他覺得比較 他覺得在 革命的 他就提到 革命的年代這本書 就是 你要了解 法國人那種 一脈相承的激情跟革命 這種 你就要 又要去讀這個革命的年代 然後我就在第三張之後 就 卡關了 因為其他的歐洲背景 就都不熟悉 然後 也 然後在第二張工業革命的時候 遇到困難是 好多數字 然後無法想像 就 就 為什麼棉布亮又怎麼樣 然後他的資本模式 怎麼樣彼此去取代 然後 這樣 大概就 大概的印象就是 這樣 好 為什麼變這樣 對不起 我認得你臉孔 一直沒聽過你的名字 你是 瑋玉 我為什麼會覺得我認得你 你還很久了 你還很久了 但是瑋玉比較不常講話 其實我是 沒有來很久 就是上次 你從工程藝館開始來的嗎 對 那時候有來 我記得他國化的時候來 工程藝館的時候你有去喔 有 你從國化開始參加嗎 對 你參加的第一本就是國化那個 是 好 瑋玉 我是今天才拿到書 所以我來看看 好 你是什麼背景 我是 公背景 你畢業了嗎 工作 工作 哪裡 在園智 啊 園智 你在園智大學 你在園智大學工作 對 做什麼 我是助理教授 你在那裡助理教授 什麼系的 電機系 電機系喔 interested 好 好 再說一次 叫名字叫 瑋玉 瑋玉 然後 台中兩位 妳要不要先說 好 會不會有關這本書嗎 第一張 其實第一張 或者到第三張也可以 第一張 其實我就看完第一張的部分 那其實看的部分我也覺得 有一點就是卡卡 所以就是有時候必須要 就是反覆去看 慢慢看 那有時候看有些地圖 可能跳來跳去也是有點模糊 所以就要搭 妳有看地圖喔 有就要搭配Google地圖再去看一下 不然自己也會有點搞不清楚這個方向 然後加上它其實說到有些一些 就是對一些努力的 有些轉變啊 變就是 的不同 所以變是說 我會想說 往前回推之前的歷史 那對之前的歷史也有點模糊 所以就等於在Google 再去看了一些之前的狀況 這樣子 所以就是也是有點卡卡 那絕對有趣嗎 我覺得看Google介紹有趣的很多 因為他可能比較歷史性 他是要看Youtube Youtuber應該也很有趣 問Youtuber這一段歷史很可能都英文的都沒有 中文的搞不好也會大陸有 有 大陸和中央台有意義一些 因為大陸會很關心這些東西的 因為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大國崛起這個主題 好 您呢 我 我看 我知道說要看這一系列 以前歷史也很好 所以我看到這個抬頭之後 我去看那個歷史 就是工業革命 然後還有法國大革命的這一段歷史 所以第一章並沒有做夢 我想我的策略是說 先回顧一下 因為我就是念書的過程中 對於歷史第一課 我真的在睡覺 完全沒有任何的 你回去看什麼 看高中歷史課本還是看什麼 類似這樣子就是介紹性的課本 當然課本也有翻 課本也有翻 但又有介紹性的課本 什麼叫介紹性的課本 就是介紹性的文章 介紹性的文章 介紹性的文章 就是法國大革命道的 可是他就是在介紹了 為什麼還要再看介紹性文章 是什麼意思 有一點類似就是 比如說這樣 我這樣念完之後 我都知道說 1776年 美國福利 然後在美國福利 這個故事 然後再來是 然後1789 然後這個順序 這個 我都沒有想過 是因為這一次 所以我想說 法國大革命道 我的策略是這樣 所以我第一章 只是看了一集 大概有看過這樣 好 然後 我們這年輕人 忘了你名字了 就你啊 你還往來不來 你媽媽為什麼今天沒來 你媽媽有打算要來嗎 她今天有點事 那這絕期有打算要來嗎 有吧 ok 我還沒看 不好意思 好 欸 戴瑩呢 你有看嗎 有看了第三 你要搜搜看嗎 沒有就是好像 講一些 欸不忘了 嗯 沒有答應一下 沒有答應一下 你連呢 我有點跳著看 因為我知道大概第一章 它主要是在講那個距離的東西 譬如說水運的話 其實比那個沐浴它會反側 感覺上就是 那個到一個地方 到很遠的地方 可是因為水運的關係 它的距離就變近 可是第一章就是 看起來也是 覺得很多很不同的 後來 我看到第二章 覺得第二章看起來更辛苦 我大概知道它主要是在講那個 就是那個代工的 後來怎麼變紡織 就是變紡織業 然後那個英國它就是 本來它的很多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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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紡織業 它是從 從那個 印度進來 那後來因為 印度變成它的殖民地 它就乾脆去那邊 搶他們的市場 就變成 變成 那變成是 它 它可以直接進口 它自己的東西 所以就 變成很多人 就很有錢 然後後來我想說 第三章是什麼 然後是法國的革命 然後以前 以前常見老師講是1789這樣 後來我就去看那個法國革命 我覺得沒有看完 可是我覺得 那個還蠻有趣的 那個東西 就會想到說 台灣的那個 那種 那種革命的問題 就是對照 可以對照法國的那個東西 當然是很不一樣 只是覺得說 那個法國革命好像 還蠻有趣的這樣 這是我工業革命有沒有看完 糟糕了 我現在記憶力真差耶 你看你名字我太久沒叫 我就忘了 華晨 對 我不是那種菜 二十幾頁 但我覺得它寫得很好 因為它讓我 像在菜小時候 因為它對所有東西的複製 花花對情景的打碎 還有這個當中 為什麼 大家會鎖在同一個地方 那會有很多想法 一直都沒有改變 所以就住在這裡 一直都在聊 可能啊 兩三十幾 然後只在而住在這邊 而且那我覺得 它是在為後面的 在解釋為什麼 我們覺得這些 它裡面學到所謂的雙女革命 就是 國有革命 跟法國的政治革命 那這當中 我們想為什麼 從那邊崛起 它在這樣的複製下面 你可以了解 它從那一邊發生事 所以我覺得它前面這些複製 對我看裡面的 所謂的導入的時候 但是當中 我在念的時候 因為沒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時候在搞事 事實上有一個想法 是應該是把地圖找出來 然後把他們裡面 所有盤的部分 包括距離的部分 還有港口 到每一個港 還有每一個地區 它產出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可以連貫起來 可能會接下來 會比較 補起來 會知道你這件事情的發生 會比較多 我覺得 五百二十三大 這麼多長 是不是 我也很想聽聽你說說看 你是歷史系的 不要有壓力 因為歷史系 不一定是用這個方式 不一定是用歷史 那個作者的書 其實我還沒有深深看 但是 因為我正念歷史 所以說 對我來講 今天第一次聽到 就是說 如果這個跟Google的一起 搭配 會有一個新的視野 那因為 對我來說 我自己腦袋裡面 會有 每個地方 每個國家所在的位置 然後在那個年代 相關的事物 所以 我應該會比大家 更快的進入這個書的廠 因為我本來就是念這個 你實際念了沒 沒有實際上還沒有念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那個 好爽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不一定 你歷史系不見得會有 advantage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在敘述 我現在大概是剛剛的時間 我就已經看到十六頁 剛剛的時間 那它的標述 這個 我是能夠 去感受到 譬如它在講 運輸上的事情 而且 在路易跟水印上面 那個 差異性 我們是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 透過海洋 跟透過陸地 那個的確是不同 所以你會去想說 以前 凱撒 要 戴著 羅馬的那個 那個是多漫長的 高度戰監什麼之類的 你用家去看就知道 哇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因為我又接觸比較多的 西方電影 西方電影會讓你在這種 歷史的那個 會烙印一些 你看到的那些 場面 譬如說 不管是虛擬的 或者是實際上面 一場戰爭 那樣的 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講 透過時代的那個 戰爭也合併 那那一場 戰爭可能在那個 戰役裡面就會決定掉 它不是說一個國家整面 可是為什麼會 兵敗如山島 這個訊息這樣下去 然後後面 就可能受到影響 所以 我可能會跟大家 分享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是 因為以前我所念的 歷史的 所以 下回我可能會分享比較多 下回也許我就看半本 下回我不能 不能不來 不能不來 靜雲你要不要 想談 以前讀書 讀書 讀書 其實我沒什麼概念 其實我看這邊 我慢慢就知道說 其實經濟跟歷史地靈 其實要一起讀的 然後其實我看第一張 要有一個 就靠住有問題了 那個 美國 那個 黑人 是不是從 那個 那個農奴 那個黑奴制度 我比較不知道它是元朗 為什麼他們其實也很聰明 為什麼都會 只是那個 變成奴隸 農奴 不是黑奴 農奴 農奴 你剛剛講 農奴是那個 俄國的部分 很有趣喔 可以把土地跟農奴 分開來 泛賣 有沒有 那一段很傳神 對不對 看土耳士在小時候看了老半天 也沒有 也沒有注意到說 還可以這樣賣 非常像我們現在在賣 那個二手貨的那個 陳述有沒有 對不對 我有一個烤鍋 或者烤箱 具有什麼什麼什麼功能 可以兼做什麼什麼什麼用品 好 第一個呢 我想我們就 這學期不要趕 因為 趕著讀很多頁 我覺得會 會弄得你們讀起來很無趣 我們一次讀一張 那因為 下禮拜五是放長假 所以 我們 又變成有兩個禮拜 下禮拜五沒有讀書會 下下禮拜五才回來 但是呢 我就是刻意 下下禮拜五回來的時候 只討論第一章 OK 我希望你們利用這一段時間 學會查Google 我希望你們用這個方式來讀它 我希望你們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學會查Google 學會兩個查Google 一個是查 單一文件介 名詞解釋 某一個人你不懂 查這個人 好不好 然後 相關位置不知道 查地圖 裡面講的事件你不知道 反正就查說明 然後我希望你在這兩個禮拜內 你熟悉 你要用的網站 比如說 我一定是用 Wikipedia做第一個 但是 中文的維基跟 英文的維基差太多了 英文的維基很好用 中文的維基 常常資訊不足 OK 可是 中文有一些大陸的文件 其實蠻不錯的 你們開始要養成習慣 你要知道 讀這本書的時候 哪幾個網站的資訊 適合你用 像我如果在查經濟學的術語 我現在最喜歡用的其實是 大陸的MBA百科 大陸MBA百科 對經濟學術語的解釋 在很多地方 比Wikipedia還深刻 更驚訝 就精簡而且抓到藥 那 它不見得適合我們讀這本書的時候 所以 大陸因為太多種人 有太多種網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開始養成這個習慣 你覺得 读起來幫助很大的 到底是拿 哪幾個網站 或哪幾個類型的網站 所以 你有必要的時候 你可能像 我有時候在查 查一個術語 一大堆東西出來 我很煩 我會把這個術語下去 比如說 好 Isaac Newton 我後面會直接加Wiki 我如果不加Wiki 他會把牛頓相關的東西 全部給我弄出來 屬性各不相同 有時候就是很不適合我用 然後我光是 為了要選擇哪個適合我用 就常浪費掉我一大堆的時間 我知道在 某一些思考的層次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Wiki的東西的 深淺跟視野 最適合我當時要回答 我就用Wiki 有的東西我其實我想要知道 非常的精細 而且我要他非常勞 確實可靠 我會在Google後面加File Type F-I-L-E-T-Y-P-E 然後兩點 然後PDF 這意思是 我在搜尋全面的關鍵字 可是我指定 Google告訴我的東西 全部要PDF檔 PDF檔的特色是這樣 通常是比較審慎正式的文件 才會做成PDF檔 那相對的可靠度通常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會採用這個 所以我會採用這個 有時候我只想要學術網絡的 我會 叫做Site S-I-T-E 兩點 我指定他一定要在某一類的網站上面給我 比如說 我只想知道英國的學術圈怎麼看這問題 我就會Site AC.UK AC他們意思叫做Academy 就是Academic 學術網絡 學術網絡 有時候你會找到小學生寫的東西 因為它也是學術網絡 就像台灣你如果是.edu.tw 有時候你會找到小學生寫的報告 不過反正它至少是學校的 好 那 第一個事情是 你要大概比較知道Google怎麼做搜尋 這第一個 我要你們學會這一個技巧 所以是搜尋文件 ok 第二個 我希望你們學會第二件事 一個事件 比如說Industry Revolution 好不好 你們忍耐一下 稍微學一點點英文 後面的關鍵字叫Timeline T-I-M-E-L-I-N-E 它會幫你把工業革命的Timeline 重要時間序就會幫你拉出來 ok 另外一個常用的詞叫Milestone 不過Google現在已經很聰明了 它你用Timeline搜尋的時候 Milestone的東西也會跑出來 它其實是那個相近詞役 它也已經有在用 ok 所以 我要你們學會用Timeline 讓你有能力知道一個事件 它的前後的事件 ok 那Timeline那就很有趣喔 Timeline常常會有照片喔 那個讀起來遠超過讀這本書的好玩程度 所以我希望你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讀 第三件事 你Google一個詞搜尋完以後 你可以再 啊 你可以把那個Timeline的 你說 比如打那個 後面再加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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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都是英文的 對 那 你可以試著把它翻譯成中文 對 然後看看中國大陸有沒有人在做這件事 那你有可能就會知道中國大陸他們Timeline怎麼翻譯 他們可能是叫大事記 所以你要去想像就對了 你要去想像出一堆關鍵詞 然後看哪個關鍵詞比較適合你用 那我是有百分之百的決心 希望在這本書的過程中是引導你們學會 利用Google來讀歷史 因為又豐富又生動又詳實又有趣 會讓你覺得退休真好 謝謝 所以我第三件事要你們學會一個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 然後Google那裡有一個camera 注意看 他有一個camera那個叫圖片搜尋 所以 他通常我通常就關鍵字下去 然後就先Google 那個放大鏡 放大鏡代表搜尋 那個是文字搜尋 搜尋出來都是文字檔 文字檔讀起來非常的抽象 非常的硬 然後非常難以理解 然後你可以選圖片搜尋 圖片搜尋是非常好玩的事 比如腳踏車 你會看到各種奇奇怪怪的腳踏車 然後會讓你很想再多看 然後你會因為一不小心 為了查腳踏車你可能就花了兩三天 因為亂七八糟亂逛逛了一大堆地方 然後你就有可能不小心進入色情網站 因為有腳踏車的那一個圖片的那一個網頁 你看他腳踏車以後他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進入有這個照片的網頁 一個是只是看這張照片 只看這張照片不會有事 有時候你想要看這個照片的上下文 你就會進入有這個照片的網頁 但有這個照片的網頁的這個人 可能同時是個色情狂 他是腳踏車狂兼色情狂 所以在他那個腳踏車照片旁邊 可能就有全裸的照片 之類的 所以我大概有一段時間搞不清楚 你怎麼會進入這種網站 沒辦法因為我在好奇心 你們現在看都無所謂 因為你們孩子都大 你們要是孩子小學生的時候就知道 原來Google下去會搞到這麼複雜 你會嚇死了不知道不敢生小孩 好啦 所以那個照片搜尋其實是一個很好玩的事 我照片搜尋我到現在都仍舊不夠擅長 一方面之前 我覺得我沒有任何去用它 因為那個照片搜尋出來我覺得 相關性常常很亂 就是 三五張我想看的照片 然後有一堆我不想看的照片 跟我主題不相關的 那它其實它的搜尋方法 它目前的那個圖片搜尋法仍舊停留在 它其實是文字搜尋 比如說你打Industrial Revolution 然後選圖片 它其實是網頁裡有工業革命這個字 的網頁裡面的那一頁的所有的圖片 要通通給你 所以才會你查工業革命 其中有一張照片可能是 美國當代一個女明星的 某一部電影的照片 而且可能是恐怖片 跟工業革命不相關的恐怖片 它就有可能跑出這個式 所以那個搜尋主題跟圖片之間的 關聯性不夠高 本來還有一個方法 是把照片下載 然後直接用照片查照片 但是我發現Google的這一個 這個就是圖片比對技術 Google的技術非常非常的差 比我上影像處理的時候 教學生的方法還笨了 不知道幾百倍 這是對我也是另外一個名 Google怎麼程度這麼差 我不知道 還是說圖片的Big Data的那個 成熟度還差那麼遙遠 你看我一過頭來就會知道說 台灣未來可以發揮的空間 還大得不得了 不要以為Google有多了不起 Anyway回來 我要你們會查三件事 一會查文件 二會查大事記 Timeline 三會查相關圖片 然後我希望你們在 用文件 充實你對這個事件的了解 用Timeline充實你對這個事件 前後關係的了解 用圖片充實你對這個事情的 具體的想像 原因是這樣 這個書對我來講 它跟我們讀過的所有的歷史書 都不一樣 我們讀的歷史課本 第一叫做文件史 而且基本上是官方文件史 他在講的是 政治 權力 僵土 也就是偉大的人 作為主角 看不到配角 看不到跑龍套的 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所有的事件的原因 基本上幾乎都是在外交文件 跟皇帝的奏折裡頭 就找得到的訊息 百分之八九十的資訊 都來自於那裡 所以你看完所有的歷史的 各本完了以後 這個文王創立周朝 到漢武帝建立漢朝 他的子民有什麼變化 你一無所知耶 他們 冬天穿長褲還是穿短褲 你不知道耶 夏天穿長褲短褲你不知道耶 有沒有蚊子你不知道耶 他 什麼時候 中國人什麼時候開始用筷子 不知道耶 OK 這第一個概念 這一本書 在歷史學的分類 有一個術語叫長明史 一般人的生活史 可是因為它是有特定的目的 我們講的長明史 比如說經常是一個斷代史 比如說十四世紀 婦女的社會地位與生活 它沒有一個前後的動態的關聯 OK 很多長明史強調的是那一個 所以可以讓你很清楚很幸運的知道 比如說 靜態的一張照片說 他就活得這個樣子 他不會告訴你他前面活什麼樣子 他不告訴你後面活什麼樣子 他也不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改變 所以長明史有一種是靜態長明史 就斷太史 這本書是長明史裡面的一個很特殊的長明史 是叫做 它所有關心的話題是 改變 它最關心的事情是叫做改變 從一個狀態變成另外一個狀態 所以你們讀完第一張的人 能不能告訴我 他要講的是 改變前是什麼 改變後是什麼 中間改變是什麼 這一策的重點 有沒有印象 它叫雙元革命 哪兩個 宋小姐 工業革命跟法國大革命 然後如何從農業進展到工業 農業到工業叫做工業革命 對 那為什麼要講法國大革命 因為他說法國大革命 影響了 他好像是說法國大革 他的意思是說 所有英國很多的社會發展的思想 的養分來自於法國大革命 然後當時法國大革命又牽扯了 到美國獨立 然後法國大革命 那個時候的一堆激情 導致他們要去戰爭 然後戰爭就會影響到周邊很多的國家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有一點 又會忘記 他跟英國工業革命的時候的 一個互動 只能大概理解說 法國大革命是把思想做一個改變 就是階級的翻轉 統治等等這樣 然後工作革命 他工作革命的時候我就有點卡 因為很多數字 很多的商業模式的取代跟推翻 然後有的時候他還會來個什麼 鼓舞法 有的人又會利益的抵抗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講到老師講的長明史的部分 有些小人物是覺得OK 然後有的時候又覺得不行 或者是他 他的農民跟他的小工業的 可能原本是工匠 然後他怎麼樣進入到工業模式 這樣 滿多東西的 還不太能夠敘述 我還不太能夠敘述 對 即使我覺得我歷史還不錯 我們的第一個重點其實是 讀這一個書的時候 你有沒有抓到他的指去 他的竖情 其實這一本書在講兩件事 一個叫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之前是什麼 農奴 即使不是農奴 也是被土地綁死了 整天拼命的生產 產出來的部分 勉強可以養活自己的 留下來給自己 剩下的全部都被拿走了 這群人要翻身 所以工業革命前 常民的政治狀態 或者政治地位 以及工業革命後 常民的政治地位 那這個常民呢 不是指90%的那一群人 是指國王跟貴族以外的人 所以在法國革命的時候 翻身的最主要的是誰 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 就是停在1848的意思 1848之後 第二下一個階段 誰要翻身 平民 工人要翻身 工農要翻身 但是農民 但是農民仍舊綁在土地上 所以第二波翻身的 所以第二波翻身的其實是 工人 這就很有趣了 所以在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 你只看到誰 你只看到貴族 和服侍貴族的一群 所謂的中產階級 這群中產階級 人數很少 在小城鎮裡頭 我們基本上 有能力不在土地上工作 就已經不是容易的事了 所以你只是個鞋匠 你只是個工匠 所以第一個是 社會地位的劇烈改變 有一群人 人數多 慢慢來 有一群人的社會地位 有了劇烈的改變 這件事是一個政治的改變 它最大的象徵或者影響 叫法國大革命 或者叫美國革命 法國革命跟美國革命是 相關的 緊密相關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工業革命是什麼 經濟上的突破 所以它會告訴你 工業革命之前 人均消耗的糖 只有一年十五磅 那你如果不知道磅是多少 你可以去查 因為你們很多人是主婦 不管你是不是主婦 反正去查查一湯匙的糖是多少 你要觀認成幾湯匙的糖 你才會知道 哇我們今天這樣 吃糖吃到太棒要減肥 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一年喝掉的茶葉只有二兩 也就是 那個人均二兩根本騙人的 不可能有一個人 一年一共只喝二兩茶 對吧 他一定是遠超過二兩或者不喝 所以那個二兩它其實代表的是普及性 糖 你想想看 十五磅的糖你去換算你就會知道 你要不然就是吃糖 要不然不吃糖 你不可能平均剛好吃十五磅的糖 所以那個數字在講普及性 所以他在講的他是 他一方面是在講長民 那長民中有一部分的人受到的 產生的最大的改變 他整體而言 他人就是從整體在告訴你這一個變化 雖然變化很可能這一個東西結束的時候 農民受到影響還是很小 不同的社會階層在這一本書的變化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差異不一樣 但他是從底層的人合起來的總體在看這個社會的改變 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形容這本書 我會把它叫做社會發展史 我其實是把它當社會發展史的方式在跟各位談這本書 那所以讀這本書我希望你們做什麼事 我希望他講到的任何一個社會階層 你要去把它給你的資訊 根據他給你的資訊開始想像 我如果是這個時代的農民 我一年的生活大概像什麼樣子 我對他所提到的事情我有什麼感覺 比如冒火大革命了 你知道嗎 你會多久以後知道 如果你在英國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50年後都還不知道 那跟今天比起來差多遠 所以你要用社會發展史的方式來想這件事 也就是說他給你的資料 你不能說把它讀完結束了 你要想說他給你的資料只是一個題目 我給你的題目是這樣 讀完第一章 請你寫一個電影劇本 演給我看 OK 你每讀完一章我希望你 寫一個電影劇本 想像中拍一部拍一部兩小時的電影 好不好 演出來在腦海裡頭演出來給我看 這個要求很大 大概大家都做不好 我們可以分成RPG嗎 角色扮演 絕對可以 所以他本來就是 應該是 農民會怎樣 小鎮裡頭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Curk 辦事員 他會怎樣 裡頭有一個奇怪的人 你去注意看 在這一本書裡頭 尤其在 你看第一章 你馬上就發現一件事情 裡頭有一群人 很獨特 叫商人 從商人開始冒出來了 你知道嗎 商人出來是一件很特殊的事 為什麼 這樣沒有 其實 政治跟經濟是分不開來 這個其實是叫做 18世紀歐洲 國家 長明觀點下的政治經濟發展史 或者叫社會發展史 政治經濟面 這個就是 用他的馬克思主義的角度 再重新看歐洲社會的發展 所以用這個角度再講一次 老實講這本書所講的東西 你們的歷史課本通通都沒講 但是是這個書所講的所有的事情 使你過去歷史課本講的東西 可以成立 所以你以前的歷史 就有點像 你跑到北極去 看到那個 冰山小棵 遠遠的一棵一棵 看起來還不相關 往底下一看 哇原來是連成一片 今天在跟你講那個 水平面底下發生的事情 以前的歷史課本是在跟你講 水平面上面發生的事情 OK 要用這個方式去談 然後呢 核心問一個問題 社會怎麼可能會改變 你讀完第一章老實講 社會不可能改變啊 你認真真去想想看那些農民 活動活不下去 怎麼可能有空去想改變 所以我們以前的課本 什麼東西都天經地義的啊 如少說天賦人權啊 洛克說 這個三權獨立啊 所以後來就有法國大革命啊 然後就自由平等博愛啊 然後就進入1967年啊 學中就革命了啊 哪有那麼簡單 你看完第一章 連法國大革命了 一百三十公里外的人 都快一個月之後才知道有這件事 那個知道有那件事 比較談下去的第一個反應一定是什麼 亂黨 你想是不是 第一個反應當然是 那群該死的亂黨 哪有可能跟著去革命 你要看那個土地的牢固性 第一章就是在告訴你 這個事情發生之前 那個農奴制度 莊嚴制度 非常穩定的 從羅馬時代一直經歷了 一千七百年 一千六百年 怎麼突然跑出來了 不可思議 其實這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耶 這裏頭就是跟你講這個事 為什麼要跟你講交通 消息的傳播非常的困難 物資的運輸非常的困難 物資的運輸既然那麼困難 剝削是很困難的 剝削 剝削就是產出的東西 有人拿的多 有人拿的少 而且是沒有參與生產的人拿的比較多 這就 你要不然就是要例如人 要不然就叫剝削 反正就是一個 不要講公不公平 反正是絕對叫不均等的分配 一個不均等的分配 從靜態的角度看是非常的不公不義 從動態的角度看去造成了社會的進步 這事情到底要不要它 真的是很難說清楚的一件事 不過 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有一個基本態度 客觀的理解事情的變化 先不要有任何情感上的判斷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在看社會的變化 你知道嗎 造成這變化是誰 就是那一群 發現這個農家有多餘的勞動力 那個農家有多餘的勞動力 我就請他做了某個零件 請他做了某個零件 請他把它裝起來 那他因為是多餘的勞動力 他完全不知道商機的存在 這叫資訊不對稱 所以他的勞動力簡直不要錢 他的勞動力也簡直不要錢 但是當我賣到那裡 就是我賺了一大把錢 錢都是我的 我在賺什麼 我在賺資訊落差 資訊落差這件事情是 所有社會累積財富最快的方式 錯 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最佳最快的累積方式 不是所有時代 你想想看工業革命的很多的要件 其實中國都有啊 為什麼中國沒有說工業革命 你回去看各本 我其實關於工業革命 為什麼在英國發生 搞得我已經蠻慘的了 我還查到 美國的小學的老師的那個 隨堂問答卷 叫做Hand out 給學生 那是考試卷 工業革命是因為什麼原因 1234 ABCD選一個 然後再問一個問題再選一個 工業革命對人類影響是什麼 工業革命對人類影響 從經濟學上講 人均所得 本來這樣 咻 開始這樣 那個經濟政治政治經濟 彼此是非常的密切的互動 這個也是 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觀 才會看到政治跟經濟的互動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 這是一個社會發展史 以政治經濟為主軸 寫的社會發展史 具有馬克思的左翼的歷史觀點 談的是變化 你發展史 談的是變化 談的是長民如何參與這個變化 這個變化給長民什麼影響 所以原來的長民是怎樣生活 後來長民是怎樣生活 具有這些東西在 所以你要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你才會開始覺得 他的有趣 那蘇智宏說 他讀過的一些小說 人文的東西對他有幫助 因為他在 他擁有很多屬於 靜態的生活的 這些內行 所以很多這些數字 很多這些術語對他來講 他可以有豐富的想像 但仍舊 這裡是從特殊的政治跟經濟的觀點 在探討這個變化的過程 然後政治跟經濟又是互動 所以他有一個政治跟經濟的一個互動 他有一個歐陸跟殖民地的互動 他有歐陸之間不同的權力之間的互動 他有歐陸之間不同的階級之間的互動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動態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試著在你的腦海裡頭去演一步 不一定 這樣會造成你非常多的困擾跟問題 所以我才一開始就希望你們要養成三種古稿搜尋的人 然後等你培養出真能力之後 真的你會覺得退休生活非常有趣 然後你會發現真的 這個當代社會的進步是 馬克思無法想像的天堂 馬克思要的所有東西在今天其實通通都可能 只要你價值觀改了就好了 安全不用推翻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舉個例子像美國 我忘了那個術語 有一群人他們專門吃垃圾食物 他們其實是大概七八個人形成一個小團體 然後他們其實是住在社區裡面沒有人住的空屋裡 然後他們會去觀察這個社區 這是一群教養很好的人 有非常好的社會學的理念的人 雖然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們觀察一下這個社區 他們很快就會知道這個社區裡面的人 基本對外的互動模式 也就是說他大概禮拜幾 或者是有什麼大拍賣的時候 他就會買一大堆過量的食品回家 然後把還沒過期的大量的食品給清出來 然後他們大概知道這些社區的生活樣貌 他們就可以差不多知道哪幾個時間點 他們會把很好吃的東西丟出來 所以就輪植站岗 就在垃圾桶旁邊等 然後他們丟進去然後就把它拿出來 這樣差不多就勾 一兩次就勾一個禮拜吃 而且不是那一種吃剩的喔 是去那裡頭挑我這禮拜要吃什麼 他們要有他們的shopping dish 他這樣就把吃就解決掉了 然後他需要的駕具 他知道這附近的人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丟了什麼東西 他裡面常常是全新的喔 我們現在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生產過剩的社會 就去把那些東西把它撿過來 所以其實和服的這一個upcycling 老實講也已經落伍了 跟這群人比起來是落伍的 因為還撿那個壞掉一小部分的去重新裝起來 他們這群人不是啊 他們撿的是好的東西 甚至還是新的東西 因為他懂得對社區生活生態的觀察 然後就把它撿回來 然後他們這六七個人 好幾個人都是這樣 解決食衣住行 通常一個禮拜花不到八小時 他們大概有四個小時是去打零工換陷阱 他們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活是靠陷阱 那個人沒有常明史的觀點 所以他沒有把他們年齡跟大概穿什麼衣服寫出來 我只知道他們這樣子過河 然後我知道可以這樣過河 那如果你願意就是說 這群人在個別有一點點小小的手工記憶 現在不是台灣在流行一個叫Maker 那個Maker附帶的運動就叫做工具圖書館 新竹有一個工具圖書館 台中有一個工具圖書館 很有趣的 新竹的工具圖書館是台中那個協助他成立的 台中人可能不只一個工具圖書館 可能還有一個也是類似工具圖書館沒有用那個名字 新竹這個工具圖書館好像有3D的雷射雕刻 新竹跟後天在學校有很清楚的Maker Maker Maker 所以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在 你在擁有一點點Maker的技能 你不用很多啊 六七個人 類似公社 也不一定要公社 男男女女 大家 集居住宅 對不對 然後去把外面的東西剪下來 然後我會一點點木工 我會一點機械的工 我會一點點電子的 或者是燒汗的 然後撿回來 修一下 就有了 你告訴我你缺什麼 不過那是今天喔 你用今天再回過頭來看這個第一章 他們講的都落伍了 這是共產主義的下一本 也都落伍了耶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 第一章 當第一個 生產力這麼薄弱 農民都被綁在土地上 革命怎麼有可能 第二件事情 農民勉強可以溫飽 你做棉布給他 他用什麼給你買 工業革命怎麼可能 全部生產過剩啊 所以看完第一章對你來講 我們這種找到的是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他就是在講工業革命前世 唯一會造成這個變化的 只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那個 生意 那個利用資訊不對稱 在這個中間 串串串串串串 把多餘勞動力串在一起的那一個 可是馬上就又有一個前提 怎麼會有多餘勞動力 所以有一個理論 因為禍亂 技術進步到達一定程度之後 生產剛好夠大家勉強值 但死掉了一群人 剩三分之一的人 技術的進步沒有因此而倒退 可是可供生產的資源 跟以前一樣多 而消費的人口卻只剩三分之一 他就會有 勞動剩餘 勞動剩餘就表現在兩件事 前輩吃的被拿走了 可是如果都是七三分六四分 我六成給你拿走 我只是留四成 以前是剛好過火 現在變成什麼 我可能有剩餘 我用兩種方式有剩餘 一個有剩餘的時間 一個有剩餘的糧食 先要有剩餘 才會有一群人從土地上被解放 跑到城鎮去 城鎮這一群人其實是靠農村的人養活的 他這有一個數字其實我不太相信 他說城市的人口佔總人口十分之一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 就是每十個農人 他吃剩的東西可以合起來養活一個 那時候已經有這麼高嗎 也許吧 也許有這麼高 這個就是數字嘛 如果他每一百個人 農民的剩餘只能養活一個 其實不是吃個農民的剩餘養活一個 因為還有一堆是被上面抽走的 被抽走的那個東西是拿去外部貿易 來換珠寶那一類的東西 珠寶香料 最主要的量差不多也就是十分之一 因為到了頂層的人他抽的量其實不多 這就是說郭台銘的策略嘛 我養一百萬人嘛 我每一個人就賺你生產剩餘中的 百分之一嘛 我養一百萬人嘛 百分之一就是一萬 等於一萬人的淨產值 所以到國王那一層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來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勞動剩餘比率越高 中產階級釋放的越多 中產階級裡面有兩種 一種叫不滿分子 那裡頭還有一個更 極端少數的人 就是那個在科學社群裡頭 沒事想一些發明 或者沒事想一些民族理論 或者沒事去想一些科學理論的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是亂人 他們其實不想革命 他們只是好玩 他們隨便說說 如是他當時在講他的這些理論的時候 是那些貴族婦人 聽著覺得 好有趣喔 這年輕人好聰明喔 然後說完以後就繼續 跟貴族或者路易斯斯通 他們對革命沒興趣 他們只對你講的話有興趣 而且這群人講完以後 其實也就只是彼此 恭賀一下說 喔 你好聰明喔 他們其實是講爽 誰在算過分啊 中產階級 就這一群閒著的人 這就是當年秦始皇為什麼要焚書坑火 只要沒有這群人 農民就會乖乖的被綁死在土地上 所以他在講變話 我們要進入這樣的方式 你要進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 OK 你至少要有三種角色 一種角色叫農民 一種角色叫城鎮裡頭的這一群 其實最好是四種 一個是農民 一個是城鎮裡頭住的這群人 還有一群是城鎮裡頭這一群 好奇 無聊 聰明 自以為是的人 第三種嘛 他們是亂源嘛 中產階級是不滿分子 還有一群是 不管聰不聰明的 統治階層 真正的最核心的統治階層 其實不多的 他在談這些東西的互動 那要談到最後要談工業革命的可不可能 這個負情會越來越複雜 他是真的把這個冰山底下的部分把它弄出來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理解它 試試看 它會不會是一個有趣好玩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可以覺得這個東西有趣好玩 你會發現 我們對修金其實真的不需要很多 我所有的娛樂 當別人在買什麼 富二代在買什麼 跑車啦 珠寶啦 之類的時候 我一邊讀書一邊上網 忙得不得了 你知道嗎 還可以看youtube 然後還可以google圖片搜尋 還可以timeline 對不對 各家說法 我還會google scholar 那就更麻煩 英國製造業的沒落 別的不要講 工業革命為什麼在法國 為什麼在英國而不在法國 光這個問題 已經兩百多年還在談耶 有趣嗎 老師可以順便問一下 為什麼中國沒辦法發展出工業革命 我自己那個時候的最後結論是在 因為西門慶買官 他成為統治階級 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大概獲得的訊息是說 其實最接近資本主義的 中國最接近資本主義的時候 大概是在明代中國 然後明代中國的長明史 或者是風俗小說 就要去看金平梅 然後金平梅最後的 他原本是商人幾家 那他沒有辦法透過科主 進入統治階級 然後他靠著買官 成為統治階級 那他就不需要去 他的捍衛權力的方式 就是成為統治階級 來去跟就是官商勾結 然後在 然後我那個時候又可以想到 當時他們說 因果之所以 會形成議會制度 就是因為有一群人 他們想要捍衛自己的權利 但是他們沒辦法跨到 貴族變統治 所以他們只好運用各式各樣 迂迴的方式 然後形成議會 所以我才會想 我才會結論在 因為西門慶直接成為 統治階級的 所以他不需要 那麼迂迴的去捍衛他的權利 因為以中國的法律制度來說 是你犯法了 你要被抄家 你要滅族流放 然後並沒有一個很獨立的司法 或是這種什麼人權宣言吧 其實中國當時也有他的科技發明或其他等等之類的 如果一個商人 他成為了統治階級 他累積財富會更快 然後也不太需要其他的法律去想辦法去捍衛權利 然後那個思想也不需要進步 反正這個模式就可以不停的在中國封建朝代中樂迴巡迴 所以我們就沒有工業革命 學家 我最近讀了一篇 講工業革命 為什麼會在英國的一篇文章 對我最有說服力的一篇文章 經濟學家寫的 那經濟學的常用的方式 叫做一個事情會發生有兩個方向 一個叫供給面 一個叫需求面 供給面的意思就是說 工業革命 可以發生的所有要件都要齊備 比如說 在英國 有很多的河川河流 水利的取得 遠比歐陸更容易 使得英國人 更有機會 學會利用水利 其實工業革命第一是用水利 為動力 後來才改成用蒸汽為動力 那發明需要受保護才會有誘因 所以要有智慧財產權保護 專利法 要有完整的工業革命 要有紡織 需要有印度這樣的海外市場 然後要有工業革命 要有工人 要說要有圈地運動 產生一大堆的無地農民 也就是說 供給面的方式是去分析 工業革命可以產生 所需要的所有的要件 這叫供給面分析 一般在傳統在講工業革命 都是從供給面角度在講 你缺了其中幾個要件 工業革命就不會發生 第一件事 那當然 有海外的這一殖民地可以剝削 不只這樣 因為那個是擴大 它的第一步其實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英國 先茅房然後再棉房 那英國先產生了額外的財富 所以又要去談伊麗莎白 到先是伊麗莎白 然後再來是東印度公司這些問題 然後英國要把大量的鐵礦 鋼鐵挖出來 它要鋪它的國內的鐵路 可是另外一件事 東印度公司的鐵路也很重要 印度的第一條鐵路 開始通行 比美國早了16年 很能想像 那這個都是叫做供給面 就是可讓這件事情發生的所有要素都有了 可是我只從供給面看 最大的問題是法國也通通都有 所以第二件事情是都有了 但是可以讓它發生 它不一定會發生 它叫需求面 就是這個事情會讓人很想做 前面那個供給面叫做這個事情做得出來 我不想做啊 中國意思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我不想做啊 沒有足夠的誘因 有足夠的助緣 供給面就是助緣 那需求面叫做誘因 這個文章裡頭 告訴我一個誘因 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 英國的工人的薪資 當時大概是法國的四倍到六 工資很貴 但是英國的煤礦的成本 只要法國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 一差就是二三十倍 所以在英國 用能源動力取代人工 所能獻得的經濟的利益 遠遠超過法國 那 真理紡織機 法國人有制度的在搜尋 英國那邊的發明 有人把真理紡織機送到了法國去 在法國的推廣遠不如在英國 因為在英國 哪一架真理紡織機所需要的 換成工人的薪水 是一百多天的工人薪水 法國卻是要三百九十幾天 差了將近四百 也就是說 在法國是需要忍受更高的資本的投入 更大的資本的風險 需要有更大的市場跟更好的管理能力 在英國因為這投資太便宜了 所以你的管理能力不用強 你的市場不用大 你就值得你投資 所以真理紡織機的普遍性會超過法國 這是叫供給念 所以他其實在拼湊這些複雜的線索 那這些複雜的線索就是 我們的思考說句實話 社會那麼複雜 我們都是以偏概全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歷史都是瞎子摸象 我們前面有很多的史學家 各講了一個局部 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通常都是蝦子摸象 寫這個通史的人士把它拼在一起 其實不是真的看到像大象 他是根據那個十幾個蝦子講的東西 然後畫了一個像的樣子 結果你看畫出來的樣子非常像怪獸 而不像大象 所以才會每個時代一直在改進精苗戲會 這是我們讀這本書的另外一個心態 它協助我們去了解社會改變可能的模樣 但你絕對不要以為你真的知道事實 我們還是用很模糊的方式在看一個模糊的世界 不過至少已經帶給我們 對社會發展更踏實的想像 尤其你這一本書 仔細看第一章 問改變如何可能 你越看越覺得不可能 因為它太像過去1600年來那個穩定的狀態 等你把這一本讀完 你就會更加覺得它怎麼有可能 它裡頭還是漏掉一些東西 這就是後來有些人去補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會在Google搜尋 就會不小心搜尋到 貨亂跟工業革命的關係 那些都是後來再補充的 那些都是後來再補充的 但是後來添的是枝節 這本書至少已經描述一個很重要的梗蓋 那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以左派立場寫社會發展史 以長明的角度 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代表性作詞 能夠這樣寫絕不容易 能夠這樣寫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 英國的經濟發展 已經進步到有一群賢人 可以去念歷史博士 念完以後其實也不見得有工作 然後他們可以把很多細節給拼湊出來 把我剛剛講的那個 斷代的長明史 像一張照片很精細的描繪給你看 所以你幹嘛 他裡面他就說他手上有那個士兵的 相關資料 他可以告訴你這士兵的身高 那他裡面的每一段話 可能是人家的一本博士論文 挑最重要的要把它摘出來的 不同的人寫這一段時間的歷史 會描述基本上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各有各想要回答的問題的焦點 我們要記得是大概是這樣的焦點 所以重點是在一個問 從左派的角度問這些變化如何可能 我們就這樣去想一下 我們這樣講完會讓你比較覺得知道要怎麼念這本書嗎 可以喔 你願意去克服Google的不熟悉嗎 對你有誘因了嗎 我們不可以先從盧梭的社會紀約論看齊嗎 光是看他怎麼樣去跟貴族婦女抽選 然後道德又被批判 但是又人家又受到這個 什麼艾米爾啊什麼之類的理論的感染 所以你看我剛剛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 你們還有沒有印象 我問你們讀過的心得 反應最好的是誰 覺得很有趣的是誰 是兩個電機系的工程系 你在讀這歷史的時候 其實這個歷史是非常複雜的邏輯系統 跟我們傳統上以為 念文的人沒有邏輯 根本就是錯的想像 你要有能力把 你看他們在讀這書我在猜喔 一定跟他們在做那個IC的coding很像 這是一個modules 這是一個模組 那是一個模組 那是一個模組對不對 其實這樣看 社會像是一個複雜有機的 機能在互動這樣子 他確實是需要 蠻細心冷靜的方式 可是他又很人性的 你要去揣摩 裡面那些人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我一直有個疑惑我們 這邊文李祖的比例有很懸殊嗎 有現在有很懸殊的 因為我們公學院只有 不算有只有四個 我知道啊 不只是四個公學 而且四個公學全部都奠基的 難不只能只有我跟蘇老闆是人文 其他都人文的啊 其他都人文的啊 其他都人文的嗎 應該是啊 對他是物理的 五個 慧敏呢 靈端是化學 慧敏是外文 他是經濟 他是獨木欸 哇天啊 我們理工的 遠超過人文的欸 這是新主 這是新主 好 在我們分手之前 你們還有別的什麼問題沒 我們其實還有時間 你剛剛講說 好像我們要去想像那個 裡面的各式各樣的人 他 那這什麼事情 然後可是你前面有講說 這個書不要放感情 不是不要放感情 就是先不要帶著感情去感受 不要帶著你情感上的好惡 不要帶著你的價值的判斷 你要客觀的去揣摩 那裡頭的人心裡發生什麼事 你要會做角色扮演 你要把自己這個人停下來 想辦法變成另外一個人 你要去想像 我如果是這個農夫 我會怎樣 然後你要換想像說 我就是這個律師 我會怎樣 然後你要想像說 我是那個在這個中間賺那個 價差的那個人 我會怎樣 可是我們已經在他 他那個舞台 就是一個左派思想的一個舞台 沒有啊 他沒有把你規定成左派思想 他只是從左派的方式 給你找了一堆道具啊 他那個時候還沒有左派 應該這樣講吧 如果你是那個時候的農民 或中產階級 你並不會有很明確你是左派的思想 他是左派的 在他選材料的時候 我跟妳講一個例子 講工業革命這件事 在英國光經濟學家就吵翻天 因為他們就是分兩派 一派叫市場派 一家叫做制度文化派 市場派的就有辦法找到 各種對市場派解釋有利的證據 以及對制度文化派不利的證據 然後呢文化制度派的就會找到 有利於他自己的證據 跟不利於對方的證據 所以大家都會根據自己 預設的圖像 去尋找搜尋相關的資料 只不過 雖然他是一個左派的學者 他畢竟是個學者 這就是學術的好處 學術跟網路的資訊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學術會自己結智 學術的最大特色 第一 你一定會去思考 別人會怎麼攻擊你 第二 對於對方有利的資訊 你嚴重的漠視 在學術上 你一定會得到非常糟糕的評價 所以他的相對的均衡度是夠高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有偏左派 他不可能是純左派 尤其寫到這麼大一本書的時候 他必須要兼顧的面會比較高 我在講的學術期刊論文 那個就不會 學術期刊論文本來就是 故意只要凸顯某一個被忽略的面向 所以那個會很極端 但寫書的時候的均衡度 學術上的要求就是相對高非常多 所以他基本上他會把 到他那個時代為止的主要證據 他一定無法避免的要匯整進來 但是他可能會加一個我們叫做一個 左派的touch 左派的flavor 也就是說 番茄牛肉麵 可以有點辣 你不可以太辣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們還原到 當時常民的農夫或鞋匠或工匠的話 那個時候他的立場 不太可能是 有所謂左派的意思 但是我的確有讀到說 當時他的中產階級有一點 我想要保守我的利益 但是又期待我可以冒險獲得 在改變中獲得新的利益 那也有的是 就是有的是冒險性 有的是保險性 保守性 然後他們這一群之間就會有不同的拉鋸 然後在那個法國大革命之中 就開始發生各式各樣血腥或政治權力鬥爭的事 但是我想那個時候 並沒有一個所謂左派的形容 去定義他思想或內在情感 假設我們各自要扮演的話 就先可能依據某個屬性 你可能就是工匠 然後外文系可能是教會派好了 假設是這樣 但是那個之前你都沒有意識到你是左派 這樣子那個 那個角色扮才會 那時候左派意識形態還沒有很成熟 那才會成立 才會投入但 不有預設某些立場 盡量啦 所以我講完之後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複雜 你可以不把它想那麼複雜 你可以只抓一個惡藥的主軸 去看改變前跟改變後 以及改變的主要的因素跟動力 以及主要的改變的過程 你可以只有這樣 就是完全看你自己的能力跟興趣 minimum就是你要去掌握 原來怎樣 後來怎樣 改變的主要的因素跟動力 改變主要的過程 你可以只抓這個 出的惡藥的 某些局部你特別有興趣的部分 你來把它弄細一點 所以我不想把這本書變成 你們要去念個博士 我不想把它變成這個東西 我把它變成就是說 它有一個核心的部分 是大家都必然要面對 但你可以照你的偏好興趣 去額外發展 往我剛剛講的三個方向發展 比如說圖片看一看 有更具體的想像這樣 然後我最重要是希望 讀過這本書之後 你們會覺得讀社會發展史很有趣 Google很有趣 然後退休生活很有趣 大概重點是在 OK 那年代一樣要數到第一張的年代 還是可以往後 往前往後隨便你們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讀完第一張 所以我才說每一張 那每一張其實我看大概 30頁左右嘛是不是 讀完它需要大概只有一兩個小時 不難 就只是一支一支把它讀完不難 但我希望你們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上網這樣子 瀏覽 瀏覽一下 我今天還看到一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在裡面提到一個 羅斯財爾的家族 就是反正就是 在那個時代快速累積財富的一個家族 他們 買了林布蘭的兩張畫 今天又被拍賣出來 然後是荷蘭跟法國 聯手買進 然後打算在阿姆斯特山輪流展出 跟羅富宮輪流展出 然後那個畫原本是 畫給一個 一對夫婦 然後兩張這樣 一男一女 然後是一組 然後被羅斯財爾的家族買走 然後現在又流出來 然後被國家買走 就是這 這才是我覺得我喜歡 歷史有趣的地方 你那個線索一直去拼走 然後跟現在發生一些 互動的時候 原來如此 這個家族在那個時候這樣有錢 可以去買這個畫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 就霸凌到了之類 就又流出來 我們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倫敦有一個金融圈 叫做The City of London 它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它不歸倫敦市長館 它有它自己另外選出來的市長 然後呢 他上任的時候 他要在他那個小區域內騎馬 搭馬車走一圈 那馬車整個是黃金打造 有錢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然後這個小圈圈內 英國女王要進去的時候 必須事先跟他們講 由市長在門口等 那個女王 那個女王 然後女王要請求准許進入裡頭 有人用這個東西講 真正統治英國的是這一小撮人 英國女王是他的魁賴 那這群人是誰你們知道嗎 歐洲各國打仗 從中世紀開始還沒有到國 諸侯打仗都會缺錢 借錢人就是他 這一幫人裡頭有一個很核心的名字 就叫 羅斯財 這一幫人裡頭有一個另外很有名的名字 就叫 猶太家族 甚至呢 跑出了一個德文的術語 把它翻譯成英文 叫做Court Jew 宮廷裡的猶太人 那不是一群人 那是少數的幾個人 這幾個人 有這個封號的人 在宮廷裡頭最重要的事情是 借錢主國 所以有一部電影是 伊麗莎白泰勒演女配角 然後男主角 故事的男主角是很古老的電影 那個 師心王理查 被綁架 俘虏 需要俗金 他的弟弟 那個是約翰 故意不給錢 然後就這樣子僭越了王位 然後羅賓翰 要去 募其錢 來救 師心王理查 沒有錢 整個英國貴族的錢全部合起來 就沒有辦法去救師心王理查 最後是跟伊麗莎白泰勒的爸爸 一個猶太商團的組長 要錢 這個猶太商團的組長 把他身邊的猶太人聚在一起 就存了那麼多的錢 然後給了這個男主角一張銀票 這男主角不相信 一張只可以抵這麼多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猶太的跨國商圈 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 那是師心王理查 師志軍東盛的問題 所以工業革命之前 還有一些東區 已經早就有些事情發生了 不過 工業革命是在講 很多音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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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這叫音源俱足 好戲要上兩 然後這本書的第一章 只是給你回顧 好戲上演前的一瓶 你要認真談 在這個之前還有一堆事情是 必須前面先發生的 然後才可以為工業革命 準備好要上演 不過你的歷史不可能這樣一直寫下去 所以你總是要從某一個地方 先狠的心 切下去 從這裡開始演 所以我們的第一章 就是電影的第一瓶 告訴你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一個這樣的情境下 我們要從這裡開始演了 好 假如 你們沒有別的問題啊 有沒有 沒有別的問題